開店和社區有甚麼關係 就是所有人都覺得沒有關係正常 你有個事業要去達成 跟你上一份工作跟其他人沒有關係 是一種同出一切的東西 我相信的東西就是 這個世界沒有人是跟其他人沒有關係的 為甚麼叫半杯療 喝茶我就想起那個事業 就是半杯茶還是水 師傅就問徒弟看到甚麼 有些人覺得是半杯滿 有些人覺得是半杯兇 你問我我就會覺得是半杯水 半杯水才是最真實的狀態 很多時候我們看社區 看社會都會想半杯滿或者半杯兇 而不是as it is 它就是半杯水 我覺得我是修行下來 飄一下我怎樣 真的可以用半杯水的態度去看社會 或者社區 我覺得這個療的角度是 譬如這間店我就是盡量不想移動它 它原本有甚麼家具 我就盡量都不扔和不扔 可以在社區裡面買的 就是在社區裡面買的 因為寮屋的起法就是這樣 你這裡是有山有水 那就是衣山磅水 看看怎麼會起 撿到甚麼物料就用了 建築學裡面他們叫做有機建築 自己就是會生的 是我在想這裡的東西好像都會一直生 那個一直生其實是一種生命力的表現 我嘗試把它變成一個有茶室 有文化的東西 亦都有社區的東西 街坊的東西的一個空間 譬如我特意在外面擺一車雜物零食 看看街坊有甚麼反應 我終於發現在幼稚園旁邊賣零食是沒有用的 就是因為小朋友沒有自主的錢 而這次的家庭不是很富有 而且你每天見到媽媽 樣子真的很累 那些樣子是寫在這裡 給你聽我很辛苦 其實我一向都想做的 但是其實要他們這樣走進來 和滴起心肝走進來 是需要一些時間摸索的 如果不是剛好有一個這麼便宜的 我剛好又覺得我人生應該要有些轉折 不是這些因素加起來我就不會做 其實很偶然的 智良的說法是機會找到你 從頭開始做一個開店的蠢人 然後你就從零開始學 沒有東西的 人到中年 是不是 我又沒有危機 那就是自己危機 那個人的作品